肖华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捧臭脚,谁有流量就捧谁,罔顾基本的羞辱廉耻 新赛季NBA全美直播场次安排,勇士和胡仁排在第一第二,这没啥好做的 毕竟这俩球队确实卖座,属于NBA的招牌节目 可是马次队的小次佬,他们居然获得了19场全美直播 这马次队上个赛季西部倒数第一,全队上下一众CBA预备役 论战斗力,连三理由都算不上 能获得如此待遇,全是因为文斑亚马,自带水军团队吹拉残场,堪比兴修老贤 19场全美直播,算是肖华亲自概说,认证文斑亚马为新任太子 反观火箭队,下赛季全美直播的场次只有区区四场 位列倒数第二,只比人嫌狗艳的猛龙队多了一场,真是不拿我航天征当人 火箭三少,森京格林斯密斯,个个都是舰队基石级别的球员 并且已经在这个联盟,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三少雏形已现,火箭三宫只占虚语 马次队拿什么跟火箭比,结果火箭就成了后娘养的 但是历史的教训早已证明消化的眼光 但凡被他捧的球员,基本上都没啥好下场 莫兰特塔图姆半调子水平始终没有起色,反而是被他忽视打压的约基奇 人家靠着真正的实力,两连MVP,同时斩获总冠军 而现在火箭队的森京,极有可能复制约基奇的道路 10月28日,我已经锁定这一天了 新赛季火箭的第二场比赛便是对阵马四 觉得届时火箭能吊打马四的点阵 希望文班亚马不要龟缩不出 到时候咱们好好比一下,到底谁是天才,谁是废物 区区文班亚马,最多只是纳莱燕燃 火箭队人均消炎,到时候必定会狠狠困他